真得要说再见了 今天凌晨巴萨官方发布消息 宣布无法与梅西完成许约 这意味着梅西与巴塞罗纳21年的缘分 很有可能就此终结 说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其中很有蹊跷 为什么在梅西自降一半薪水 并谈拢一切合同细节之后 巴萨突然单方面宣布不许约 而梅西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 为什么在CVC与职业联盟达成战略合作之后 巴萨迅速把与梅西分手的黑锅 甩给所谓的经济制度 这个官宣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可能并不是巴萨的球迷 也不是梅西的球迷 但是在我们的青春里 梅西是属于巴萨的 而巴萨也是属于梅西的 因此我们在感叹青春已逝之余 也在感叹现实的无奈 即便强如梅西 也不得不成为各方资本利益博弈的棋子 这个诺坎普的国王 真的要摘下自己的王冠吗 这个潘帕斯的雄鹰 真的要飞往别处吗 这一段由餐巾纸开始的佳话 真的要结束于这一纸公文吗 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分离 事实上我们接受了太多的分离 我们只是希望 我们所热爱的足球 能够像我们青春记忆里的那样 纯粹一点 再纯粹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